要學習 起步條怎麼剪 怎麼接 然後呢 怎麼樣把它滾到這個地方 如何去做 依靠滾跌 今天就是要學這個 那這個技巧是 每一個包包都會用到的 好 這樣子 那現在呢 這個腳 這個 這四個腳每一個都是90度嘛 所以呢 你這樣子折過來是45度 你這樣子折過來 它也會45度 好 那我們就怎麼樣呢 先呢 拔到這個 看你哪一邊高興就好 好 那如果呢 你的布 剛好呢 這邊有布邊 對不對 好 那呢 我會建議你 把布邊怎麼樣 抬掉 把布邊的部分先抬掉 先抬掉之後 你抬去怎麼樣 這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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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就沒有了 這樣 好 等一下 你要這邊把它裁掉 先來把這個刀上去 然後 你就 好 你可以用另手燙一下 如果呢 有時候呢 不想呢 還要呢 去拍另手 因為它是棉布 很容易並行 你就用去按一下 好 然後 我們呢 就能在這塊樹上面 好 畫 3.5公斤 好 畫 3.5公斤 好 畫 3.5公斤 你等它開學就不能上 開學哪 要功課為主 開學在哪 你現在是生高音了 那你讀哪裡 在那裡 蛤 在那裡 那沒有畫了 你哪有時間 因為以後呢 做拼布 功課就比較多 像 他們做這個功課就沒做了 所以我上菜 我會勸你 不要再繼續登了 功課為主 等你以後假期 有空再來學 就像那個妹妹一樣 好 這樣子 因為呢 還是以功課為主 好 然後呢 你這樣子畫三角嘛 現在 好 然後呢 畫好之後 你就用株針 因為它是兩層布 你就用株針 先把它固定 好 你看 他們現在也就是 你在做這個 蛤褲腳的工作 怎樣的 好 蛤褲這邊也要固定 固定好了之後 要剪好 剪直光 給它去去 要一條 兩條 三條 把它剪好 剪好之後 這個地方 好 因為這邊是兩層 要不要再把它剪開 好 剪的時候 一刀接一刀剪好 因為很多同學 一開始 剪到跟你不太熟 會變得出皮 出皮 好 剪好之後 好 我們正鞋部 有一個要求 就是說 它每一個邊 都是要斜的 不是直的 你看看 像這邊的話 你看這邊的話 好像 加個別形形造出來 對吧 好 好 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下 它有提形 好 你就要怎麼樣 把這一塊 這塊 把它剪掉 不要了 好 然後剪好之後 拿起來 這樣剪 像他們現在在剪 要選它剪 好 好 好 OK